主席 請部長 我們請部長 陳元早 今天我們要審查這個貿易法 主要是要針對鹽產地生命的問題 那為什麼要處理鹽產地的問題 是不是您能說明一下 因為以往我們所有的廠商 包括進口商出口商以及設備商 他要出口到其他國家的話 他一定要提供一個叫做原產地證明 這表示台灣做的 那這個證明我們一般廠商 他要跟比如說跟經濟部申請 或者是經濟部委託的哪一個工會 來開具證明 所以程序上麻煩 而且對於這個廠商來說 增加一些負擔 那我們跟台紐 也就現在在三樓審查 這個台紐協議的時候 雙方同意把這個取消 就是說它自行俱正 不是取消啦 就是改為自行俱正 或者是說它自行聲明就好了 所以你想想看 做一個出口商 我只要自行聲明 這是台灣做的 就可以簡化 那也就是說 經濟部主要要希望經濟委員會來審查這個貿易法 這個主要還是未來應應FTA的這個手提 對 將來我們都希望每個國家都能夠這樣子 對我們廠商是 那意思就是說 未來可能會有外國的貨品進來加工 再掛我們台灣的品牌的問題 有沒有這種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外國進來加工 如果要再出口的話 它要看我們雙方的協議 對於這個出口的 比如說原產地的證明的要求 比如說你要 比如說在我們 我們ASTECH它要40%以上 部長我知道嘛 我現在說外國進來嘛 到我們台灣來嘛 對 它是要掛台灣的品牌 還是要掛它原產地國家的品牌 我剛才就是報告這一點 因為它能不能掛台灣的品牌 要看我們雙方協議的定義 原產地的定義 假如它只是一個簡單加工 可能對方國它不承認 那你就沒有辦法去掛台灣的 如果放台灣的品牌的話 那可能會對我們台灣的產品 農產品啊之類的 就會有衝擊了 是不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 基本上如果說 從外國進口的 我們都希望它在台灣有加急 如果只是轉運 其實對我們 我只是提醒這些問題嘛 就是說 今天所以我們大家都 都了解 FTA簽訂以後 會有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接下來 貿易法要做一個修整 對 我們主要是有一個法源 但是這個部分就是 就是未來 如果說 人家到台灣來做 這種產品的加工之類的 如果它要放台灣的品牌 那對台灣就有衝擊了 那衝擊的部分 我們有沒有什麼因應呢 如果它要掛台灣品牌 有利有弊 所謂利的 我想利的最主要是 我們吸引有很多到台灣來做加持 譬如我講嘛 譬如說 這個紐西蘭的奶粉嘛 對不對 現在 現在在大陸 縱使有紐西蘭的品牌 人家也不買 所以它必須到台灣來做加工 才出口到大陸去 那它可能會 會掛台灣的品牌 我這樣講 你了解吧 那這個會不會衝擊到我們台灣 我的意思是 這是最近發生的事情嘛 對不對 你了解我意思吧 我了解 這個 而且現在 現在紐西蘭的奶粉 就會到台灣來設廠 現在 反而 大陸要買牛奶 買奶粉 它要買台灣的品牌 沒有錯 而且是要在台灣 加工生產的 它才敢買 縱使說 紐西蘭直接到大陸去 它也不買 那我偶你 那這個要掛什麼 所以我剛才特別想要說明的就是說 這種情形 要跟我們 跟中國大陸之間 對於原產地的認定 到底紐西蘭到台灣來 經過什麼樣的加工 他們才能夠接受 那是台灣的 台灣的產品 所以不是說 我們就是說 紐西蘭來了以後 就到台灣 掛一個台灣品牌 就可以到中國大陸 中國大陸也不接受 部長 今天 我不瞭解說 後來修正剩下六分鐘 我想我們在這裡 簡單問一下 今天的這個GDP 其實中研院 那麼 這個 特別 這個 公佈了 今年預測 這一季 這個今年預測 會到 2.01 沒有錯吧 中研院的 預測是這樣 沒有錯 就是說 已經預測 剩下到2.01 那我記得 在 你剛剛 上海的時候 還有 管中民的時候 就一再的先生說 會保釋 那現在 都快要保 2.01 都保不住了喔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經濟 為什麼會 會一直 鬥退路 現在台灣 所有的民眾 朗朗上口的一句話 就是 新租倒退 16年 我們GDP 也倒退了 到保 都保不住 這是一個 很離譜的事情 你們 你們都 都可以說是在 掌我們台灣經濟的 整個大延 好像現在 都沒有辦法 對台灣人民 有交代 你們一再告訴我們說 主要 我們這個 簽訂 台灣的經濟 就可以 起飛了 那為什麼 到現在為止 沒有起飛 我請問你好不好 其實 我們 陳委員 從年初開來 開始到現在 每一個經濟預測的單位 也是不斷在調整 他自己的預測值 包括現在 雖然中經院 他現在預測 是 剛剛差不多 這個剛剛二左右 但是呢 中經院現在是預測 所有預測單位裡面 最低的 所以基本上這個預測 是預測 我們該做的事情 還是要去做 台經驗大概是2.3 中經驗大概是2.01 也就是說 大概現在都是在 在2點左右 也就是說 過去從 從4 4.8 一直到3.5 一直到現在的 2.3 到今天 我們看到的2.01 所以我今天 只是要告訴你 現在 現在我們一直希望去 去推動所謂的 這個簽訂FTA 沒有錯吧 那現在總共台灣 到現在為止 跟世界去簽訂幾個 這個自由貿易協定 幾個國家 我們現在 跟五個國家 中美中五個國家 有四個協定 五個國家 離我們比較遠 國際就簽了 最近 最近 你告訴我 最近 除了今天我們要審的台紐以外 還有哪一個國家 還有 在進行之中 還沒有簽 還有哪裡 新加坡 對嘛 就新加坡嘛 那我請問你 新加坡 新加坡 已經 從開始要洽簽到現在 已經幾年了 新加坡的話 應該是 兩年多吧 差不多兩年多 我記得是兩年多 台紐呢 台紐其實 從開始可行業 行線研究也是兩年多 差不多三年 那真正談只 台紐是 100年的 10月 開始研究 對 101年的 7月 你們就開始談 沒有錯吧 所以大概 台紐大概是 一年多了 將近兩年 十字談 一年兩個月 所以你們一直很高興的告訴台灣人民說 不夠兩天台紐簽訂了 那為什麼台新沒有辦法 台新現在在收尾 正在做最後的 我知道為什麼 台紐會先發 因為 其實原來的進度是差不多的 我跟陳委員報告 但是呢 因為新加坡在同一個時間 後來跟歐盟 再進行這個 所謂簽約之前的法律文字解釋 所以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我上一次也在這裡提過了 台新 大概你們都談差不多了 為什麼 一直沒有辦法 正式簽訂 是不是 正式簽訂 是不是 中國 一直不願意讓我們 台新 簽訂 有沒有這回事 有沒有這回事 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了解 我們並沒有這方面的了解 但是 我的了解是 好像是 中國簽制了 中國簽制台新 因為 台新跟 跟中國比較近 好可能 紐欣然就比較遠 所以他是認為 好 你要台新要 要同意的話 要簽訂的話 要我中國來同意 那我只是要告訴你 不管是台新未來能不能簽訂 台紐 只是現在坦白講 目前就是 就是大概就是 我們馬政府簽訂的第一個國家 那我們 基本上沒有人會反對 台紐 台紐的一個 自由貿易的一個簽訂 沒有人會反對 但是 但是我們 對胡茂 當然有很多的意見 我想 經濟自由化是一個歧視 但是 但是今天 我們也一定要很清楚 這個 這個我們在談的 FTA 簽訂FTA 不是FTA本身的問題 是因為簽訂以後 有沒有 貿易互動 帶來的經濟成效 是我們大家在關心的啦 對這個我也同意 那我們目前 坦白講一句話 為什麼我們的GDP 會到今天現在被人家 預測會達到2.01 主要是我們的出口衰退啊 公佈了是830幾億啊 沒有錯吧 沒有錯吧 我們 我們為什麼出口會衰退 出口為什麼會衰退 部長 出口衰退 我想原因很多 除了整個全球的這個經濟狀況 不是很好之外啊 當然 剛才崔委員講說 我們跟其他國家 有沒有比如說 經濟合作協定 或者FTA啊 都會有一些關係 沒有啦 不是這樣講啦 其實出口衰退 我們只是說 現這一段的經濟環境 其實這個變化不大 但今天我們講的籌備 出口 就是因為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出口啊 還有其他國家 我們沒有產品可以出口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工廠 被移到國外去了 到美國 到中國去了 所以我們沒有東西可以出口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 就是一直在衰退啊 我只是要告訴你 就是說 我們簽訂XDA 真正能夠帶動 台灣的一個經貿 有多少啊 事實上是我們 都非常的足矣啦 尤其是現在 你們一而在在澳山 現在哪不是真正的一個 解救台灣經濟的一個解藥 現在就只有一個月而已 自由經濟 趕快簽訂FTA 趕快扶貿讓它通過 好像這個 就像以前在講的 一個月簽訂以後 台灣的經濟就會起 事實上沒有啊 謝謝 事實上沒有啊 好等一下喔 我想我們 這個 台鳥的這個 這個部分喔 我們會再繼續再談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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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